与此同时 上界 一处满是血迹的地带 地面上一道道剑痕 仿佛代表着这个地方 曾经饱受沧桑 更为惊骇的是 血地中央有着一块 高百米的巨碑 巨碑之上刻着 各种各样的名字 深刻如写 最上面第一排 十个名字并列 其中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任非凡 夜老 这地方我们多久没来了 时间这东西如白居过细 修炼的尽头是无穷的岁月 永生是一门学问 一个瞳孔隐隐有血液流转的男子 淡淡倒 如果夜沉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 这就是神秘的人 此刻的任非凡 看着这块石碑 眼眸仿佛无限向往 夜老沉思了一会儿便道 很久了 修炼者很少思考时间的意义 一味地修炼 却忽视了许多 身边的爱人 身边的风景 任非凡 微微一笑 夜老 你又感慨了 我们不过是为命运 推着走的人罢了 这一生 我一直妄图打破 那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到头来却发现 是一场空 或许 还是要看夜沉 能不能做到了 夜老 眸子一沉 继续道 如果我没猜错 他现在应该 见到明殿那人了吧 任非凡 眸子微眯 的确 我能感受到 他不久前 已经可以操控 血月图天斩的一重月了 这一世 我没有将血月图天斩 发挥到极致 希望他能做到 夜老想到了什么 好奇道 这五计 不是要借助血月之力 和你血脉有关 夜沉 如何施展得出呢 任非凡 夜沉伸出手 触碰着石碑上的剑痕道 洛尘降龙剑 封印着我的一部分 血月之力 借助此剑 它自然能施展 不过按照 它现在的实力来看 血月图天斩 也不是随随便便施展的 有极大的限制 甚至对身体 都会产生影响 或许隔一段时间 才能施展一次吧 我倒是很好奇 夜沉 能不能汇聚九重血月 我可是在洛尘降龙剑中 买了巨大的彩蛋呢 夜老一正 旋即视线 也落在了石碑之上 这上面的名字 有多少还活着 曾经和你们并列的存在 消失的消失 归隐的归隐 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 仿佛结束了 任非凡却在这时插话道 夜老 其实有些事 我们也不能说绝对 可能还是要等夜沉 慢慢复苏那部分记忆 啊 还有 夜老 你真觉得石碑上的人 消失了吗 你恐怕忘了轮回之主 当年秘密操控的事情了吧 听到这句话 夜老脸色一变 瞳孔放大 你是说 阴阳神殿 任非凡嘴角勾勒一道 玩味的弧度 阴阳神殿 一直是传说中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 殿中那些人的来历 若有人知道 恐怕只有轮回之主了 有些时候我甚至在想 你我都以为自己是布局者 会不会真正的布局者 是轮回之主呢 而我们 不过是他下的这盘 其中的一部分 这阴阳神殿背后 蕴含的东西太大了 就在任非凡和夜老言语之际 虚空中的波动再次出现了 两人相视一眼 有些意外 他还是找来了 任非凡有些无奈道 夜老单天凌厉波动 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需不需要离开 任非凡拒绝道 没这个必要 有些时候 躲不能解决问题呀 下一刻 虚空撕裂 一个身穿冰蓝玉服的女子 以及一众气息强大的舞者 全部降临 每一个人身上 都刻着一个古怪的符文 符文幽蓝 神秘至极 为首的那个女子 一头乌黑的长发披肩 一根蓝色的丝带 简单束缚着 双目有丝一红清水 阴阴有符文流转 隐约之间 能感受到他周身流动着的元气 萧维无疑是他身边 众多强者中最强的 他的视线紧紧地盯着任非凡 眼眸仿佛怒火燃烧 随后一步出现在任非凡的身前 红唇微章道 任非凡 您很喜欢躲 任非凡耸耸肩 我比较喜欢清静而已 女子听到这话语越发愤怒 那你知道你的清静 毁了整个天尊圣会吗 有些后果 你可想过 任非凡声音淡然道 我从未说过要去天尊圣会 还有 你应该知道我躲的是你 而不是天尊圣会 好了 我在此地有重要事情去做 你既然见到了我 也发过脾气 现在可以离开了 很显然 任非凡下了逐客令 那女子听到这番话 微微一正 随后反应过来开口道 沈非凡 你是不是还在等那个 微乎其微的奇迹 轮回之主都隐落了 你认为你们曾经努力的事情 真的有可能发生 武者 寻求的道 道法自然 而不是不见实际 天尊圣会是你目前 拥有的最大机会 还有 你难道忘了龙女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那个曾冒生死之危 守护你的龙女啊 任非凡听到龙女 瞳孔之中的血月 急速流转 手臂之上 更是出现了一道道流动的龙纹 下一秒 女子瞳孔放大 她感觉自己几乎窒息 只要面前的男子响 他必死无疑 龙有逆临处之必死 而刚才的言语就是任非凡的逆临 西汉明 这是最后的警告 若是你再跟着我 我发誓 你连你背后的家族都会一夜覆灭 既然你了解我 应该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做 叶老 我们走 下一刻 虚空撕裂 叶老和任非凡的身影消失 原地只剩下了那个女子和一众强者 其中一个老者出现在女子的身边 关切道 小姐 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女子从经济中恢复过来 面容平静道 按照任非凡这些年的行为 应该和神果有关 我们想办法 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 去趟神果 老者一正有些不理解 但还是道 是 小姐 很快 血地空无一物 唯有那块刻有无数名字的石碑毅力 这是曾经的辉煌 也是曾经的悲哀 与此同时 上界另一处名为 卧龙崖的高耸山峰处立 卧龙崖散发着辉煌的气息 如同一座无上仙山 浩瀚威严席卷四方 七彩神光映照天地 而在卧龙崖山巅 一座流光溢彩的庞大宫殿耸立 宫殿之上还有神鸟助力 气势简直毁天灭地 堪称无敌 就在这时 大殿之中陡然传来一道疑惑的声音 在大殿之中盘坐的一位老者 缓缓地睁开双眼 老者像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的眼中却绽放出无尽的光彩 此刻睁开眼 磅礴的气势爆发 他周身的衣衫舞动 一道道鸿蒙之气凭空浮现 围绕着老人缓缓流转 这位老者正是王云廷口中的齐云书 此刻他眉头微挑 伸手掐绝 一道道光滑在指尖流转 冥冥之中的信息涌入脑海 有意思 齐云书眼中骤然亮起光芒 四周的鸿蒙之气顿时爆发 天地间竟然响起了银唱声 凭空一朵朵金莲涌现 齐云书对周身的情况见怪不怪 视若无睹 只是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淡然笑道 看来阴阳神殿当年 最后一次约定的日子 很近了 卧龙崖山脚之下 一尊尊浑身释放无尽光芒 气势威严神武不凡的人物到来 为首的竟然是一位女人 身材高挑 长相绝美 身上有着一股魅惑的气息 所过之处 连花草树木竟然都一向女人所在的方向 散发出一股股花草香 连她们都被这女人所吸引了 花仙子 你的魅力真是越来越了不得了 女人身旁一尊身材高大 威武不凡 身上穿着金色铠甲 气息恢弘震慑珠天的男人大笑起来 你才是魅力无穷呢 堂堂狂战宗的宗主 这上间想对你头怀松抱的女人不知有多少呢 被称为花仙子的女人 眼嘴轻笑 言语之间眼波流转 绝美的样子 让女子口中的狂战宗宗主 都瞪大了眼睛 看得失神 狂宗主 你注意一下自己的遗态 不要流下口水来 一道声音传来 狂宗主顿时怒视对方 只见一道先锋道鼓 穿着轻薄白衣的翩翩公子 手持折扇踏云而来 这翩翩公子同样气势强悍 动作虽然优雅 但是一举一动之间 却引得山川振动 竟然是一位力大无穷的猛人 柳无相 我真不知道 云游宗怎么会选你当宗主 堂堂到门 选择一位蛮力怪人 长得还像个小白脸 都已经成了上界的笑话了 狂宗主被柳无相点破心思 顿时毫无客气地说道 文言 偏偏公子模样的柳无相 确实没有丝毫动怒 反而笑呵呵地说道 狂宗主 我也不想当宗主啊 这是宗门的决定 和我可无关 这时 又一道声音传来 却是一位长得浓眉大耳 身宽体胖 笑意盈盈 如同弥勒佛般的人物 好了 都是来求见其佬的 还是快点去拜见吧 听到他的话 狂宗主瞪了柳无相一眼 随后一群人 踏上卧龙崖的台阶 此行前来一共五人 都是上界 威名显赫的宗门之主 他们想要求见齐云书 只是等众人来到 沃龙崖的半山腰时 却被一位身材矮小 穿着书童模样衣衫的 中年男人拦住了去路 各位 还是请回吧 齐老不见客 中年男子实力微弱 但是看着一个个强横无比 在上界都威名无限的宗门之主 却没有丝毫害怕 直接了当地开口说道 这 还望小哥在齐老面前说说好话 我们不远万里来了 还望见齐老一面 马上 我们不远万里来了 我们不远万里来了 再次 看着 虽然 进行 这 这 这 感谢观看